带领区卡达世界杯足球赛 这个星期天就要开幕了 卡达已经出现了球迷陆陆续续抵达 还巨资打造成室内的热带花园 来迎接世足赛的球迷粉丝 这次主办国就是位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卡达 在这个位置 它的夏天气温常常破50度 虽破天荒在冬季举办 可是也有30度 下个周至就是要来的这个周日 11月20号开幕 一直到12月18号 卡达世纪日韩之后 第三个主办世界杯的亚洲国家 也是第一个主办的中东国家 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市族主办国家 这次参加的队伍有32支队伍之多 上届冠军是法国拿下 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 将是阿根廷球星梅西最后一次出赛 其他受主的还有斯罗 内马尔这些国际级的球星 据传卡达筹办的经费 已经冲上了2200亿美金 堪称史上最贵的世界杯足球赛 黄绿双色高举内马尔人形立牌 巴西球迷嗨翻卡达街头 蓝白条纹大秀顶球技巧 阿根廷球迷期待天王梅西再展升威 卡达世界杯倒数计时 球迷们聚集在地主国首都多哈 支持哪个球队看颜色就知道 冠军金杯巡回五十一国后 十三号回到卡达 这座大力神杯高三十六点八公分 重六公斤 由十八K斤铸造而成 是意大利雕刻家贾萨尼加设计 一九七四年开始在士族赛上使用 位于意大利的这座小型工厂 工匠们努力打造各种大小的神杯复制品 赶上四年一度的士族热 本届八座体育场各有千秋 充满民族元素 流线外形的贾诺布体育场 灵感来自阿拉伯传统的单位帆船 图妈妈体育场 就像一顶中东男性的编织帽 不过外界好奇 本届士族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行 但卡达气温仍逼近摄氏三十度 对许多球员来说是重大考验 观众也可能会吃不消 如何让场内降温成了关键 被誉为清凉博士的加尼在观众席加入巧思 底下这些小洞口保持空气流通 让观众不断感受到新鲜空气的吹拂 球场内的大型喷嘴才用3D列印打造 精算出通风口角度 让草坪上方维持一块凉爽空气层 卡达是伊斯兰国家 本届士族规范严格 包括男女分别排队入场 女性不能穿久铺路 且禁止在公开场合饮酒 让豪华邮轮成了不少球迷的住宿选择 因为停在海上不受大部分规定约束 住一晚350块美金 约合台币1万元起跳 也有动辄数千美金的超豪华套房 提供选择 不过卡达的封闭式管理 让氏族赛还没开打 就传出小摩擦 丹麦记者15号在多哈街头连线时 官方人员突然靠近 要他立刻停止拍摄 他秀出采访许可证件也没有用 昔日的英国足球金童贝克汗 也成了关注焦点 他签下折合台币5.9亿元的十年合约 担任卡达宣传大使 也是推广本届士族的重要人物 但卡达对LGBTQ族群的不友善 让贝克汗连带受到不小压力 卡达国王上个月才公开抨击 外界拿双重标准审视本届士族 随着比赛进入最后倒数 相关话题的关注热度 也势必持续升温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privilegi吗 一定会不及行